戴笠,一百五十五,想路非非不讲 川岛方子,把马汉三的各种内幕 略计,揭露完毕,又樱樱地哭了起来 是的 戴先生,我早就将盼着和你见面了 要不然,我迟早会成为马汉三的刀下鬼 戴先生,你要替我做主啊 戴笠说,有我在,你尽管放心 我已向他下了死命令,绝对保护你 转而向攻仙坊 这事无论如何要保密,你不能走路半点丰盛 知道了吗 另外,我还要交代你一件任务 既然马汉三是如此大胆,来头一定不小 你想尽一切办法盯住马汉三 把他的底摸清楚 两人出了牢房 隔自感慨一番 公仙坊突然说 哎,既然马汉三是个暗中出卖团体 背叛国家的汉奸 何不把他逮捕法办呢 戴笠叹道 哎,我也恨不得这样 但现在不能操之过急啊 一方面还没有证据 一方面,柯柯上将还要约我去青岛会晤 他要是退休了 上次我们刚刚开始谈还没有切入实际的问题 结果中途来了个急电 这一次是最后一次吧 他回了国,以后联系起来就没这么方便了 还有,瑞华已经到了上海 潘友生答应和他离婚了 我也得给他个正式名分啊 所以,最近我比较忙 抽不出时间来办案 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使团体渡过难关 保存下去 既不要被马汉三拉下马 又不要被黄埔系的三皇蹲锅 如果此时将马汉三这个大案抖出去 抖然给三臣三皇增加攻击口实 岂不对团体更加不利吗 戴笠没有往下说 孙电英送着这柄龙泉宝剑 以前他是口口声声要送给伟座的 但内心深处 他藏了丝巾 龙泉宝剑不但是一把价值连城的西式之宝 而且是一种皇权的象征 如今蒋介石对他已经有了猜忌之心 一旦披露 不更加证实了自己的野心 所以戴笠说 你赶快去马汉三的下面摸底 弄清楚他的真实意图 我们再另做打算 还有关于保健的事 你千万不要泄露 两天以后 这天晚上 龚先坊来报 神色十分的慌张 报告戴先生 大事不好了 戴笠吓了一跳 此时他正从梦中醒来 迷迷糊糊的 已经龚先坊如此之说 立即万分清醒 急忙问 什么事 坐 慢慢说 龚先坊喘过气来 说道 原来当年马汉三 在河南临县 见到龙泉宝剑时就动了私心 设法劝你把宝剑留下 戴笠张着口 很久才说 这家伙 这家伙狗胆够大的 我都不该有这份非分之想啊 龚先坊道 他不但胆大 而且心细 当他第二次从川到方子手中 得到保健 接着又看到孙电英 在战后投靠国民党 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 知道你总有一天 要跟孙电英见面的 戴笠简头道 一件这么贵重的宝贝 我当然要找孙电英对质了 他有什么妙法了 他一方面 对你百般讨好奉承 稳住你的情绪 然后躺出时间来 寻找新的元首和靠山 你没见他对郑建民 唐纵 毛人凤 那副 奴言媚鼓的样子吗 见了 这又怎么了 这正是他心细的一个方面 为此 他不要命的搜刮财物 对郑唐谋 大送礼物 一期事情白露时 他们对他有照应 马汉三到了北平之后 仍一如既往的 对郑唐谋孝敬 而且不图回报 等郑建民到了北平 任军条处处长的时候 马汉三更是和他打得火热 成为郑建民的亲信心腹啊 戴笠恨得咬牙切齿 骂道 这三个人保得了他吗 蠢猪 孤先王说 报告在现场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太低估他了 平津宿间之前 李宗人不是任北平行营主管了吗 是啊 那又怎么了 不是怎么了 马汉三八戒奉承能来 可是比和珅 李连英都不知道高出多少倍啊 对李宗人 他当然是不会放过 现在 他们俩打得更为火热 马汉三不仅出处对李宗人八戒奉承 忠心耿耿 并且把军统很多不利于贵系的情报 及时向李宗人密报 戴笠难难闹 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招 难怪李宗人推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厂啊 两个人暂时沉默 对马汉三这一招 戴笠从内心感到棘手 李宗人是贵系的领袖 贵系是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 一旦李宗人出面力保 不要说戴笠对马汉三无可奈何 就是蒋介石也不敢轻易下手 龚先坊见戴笠发呆 在喉咙里孤了很久 才说 还有 马汉三已经开始组织自己的小集团了 什么时候 从他一到北平就开始了 有些什么人 我只知道是个秘密组织 乔家也在其中 大约已经发展五十多人 戴笠这才不再激动了 只是继续监视他 等掌握更多的证据再行动 公先坊点点头 我今天晚上化妆盯烧 跟着马汉三到了一家酒楼吃夜宵 马汉三和乔家财 另外还有两个新妇坐在包厢里 我立即订了隔间的一个房子 幸好隔墙是木板做的 糊了一层材质 我挖了个洞 接着听到 听到什么了 原来乔家财几个害怕你的威力 马汉三给他们打气 说万一到了那一天 他手头上有大批金银财宝 很多都已经存在国外银行了 是不是想逃到国外 正是 戴笠又把牙齿咬得咯咯响 骂道 这一只狡猾的狐狸 在清查工作的时候 我听人报告说马汉三大捞后 剩下的日违财产 还有一个大仓库 哎呀 等我派廖平华审醉去清查时 只剩下半个仓库 而且都些是不值钱的 难怪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叫马汉贪呢 公先王说 情况就是这样了 你说该怎么办 戴笠长叹一口气 哎 既然马汉三的羽毛已经疯了 就又有李宗仁做靠山 加之 我正在为难之中 先不要打草惊蛇 万一让他狗鸡跳墙 最好的办法来个缓兵之计 司机收拾这个败类 戴笠说着 在空中做了个抓的手势 谈到具体方案时 戴笠又把门边窗外检查了一番 确认无人后 才靠近公先房 开始做下秘密筹划 戴笠说 马汉三既然有了秘密组织 肯定是耳目中毒 我们去提审川道方子的事 也瞒不住他 所以明天你去替我找他 向他索要在川道方子家中 搜出来的骨剑 其他的话 一句别说 只要把骨剑拿到手 就可以证实是不是孙电英 送我的那柄 同时 也等于抓住了证据 为了稳住马汉三 我另外还有一个妙法 说着 扶着公先房的耳朵 次日下午 北平公先胡洞 驶进花园前的水泥路上 走来两个人 绕过栅栏 直奔不远处的吴佩福公馆 会客厅内 戴笠见他等的人来了 随便的说了一个字 坐 公先房坐下了 马汉三 则毕恭毕敬着 站在戴笠面前 双手捧剑 呈过来 包括举坐 当初 在林县您让我保管的古剑 如今完毕归照 请便收 戴笠抑制住激动的心情 便接过剑 便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 戴笠内心里涌出一股 失而复得的满足感 这种感觉极为惬意 极为舒服 这种舒服 很第一次和九木的蝴蝶做爱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马汉三强装镇静 见戴笠并无对他不利的表现 心更踏实了 说道 哎 举坐 说起来真是卑职的失误 致使您到现在才得以和古剑相逢啊 其间出生如此才把剑追了回来 这 戴笠很高兴 对马汉三的破绽百出 自欺欺人的话并不计较 说道 只要保剑回来了 其余的都是次要 好了 这件事就算了结 说着 把剑交给公先皇博官 移动一下身子道 戴笠 你是老同志 军统目前面临困难 你要起个好的带头作用 稳住同事们的情绪啊 马汉三一个标准的例证 卑职早饭 戴笠说 还有 沈罪向我汇报 上次他来北平清查日北财产时 满满的一仓库只剩下一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报告局所 这是卑职的失职 我一定追查 然后 驱步向前 低声说道 局所 我是替您准备了十大箱 甲子连城的古画古董啊 金银财物 也是很多 今天匆忙 明日一定亲自押送过来 戴笠脸上露出了笑容 顺手 从桌上拿起一支笔 写道 凶勋剑 经再三考虑 你提出的关于 以退为进之计 可以采纳 在目前情况下 不失为上上策 只是我出国以后 军统工作 顿失重心 到时 你一定要尽心协助 毛善于之工作 除你之外 另有马汉三也予以重任 往保守秘密 另 我将于七月十日 离开北平 去青岛 会晤 苛刻上将 戴笠将信叠好 至于韩内 交给马汉三说 这封信 麻烦你交给文强 过段时间 我准备和你详谈 关于如何应对 三大会议之事 马汉三 唯唯诺诺 接信退出 戴笠 待他的背影消失之后 他还对弓仙坊说 你快去乔装盯梢 这家伙一定会偷看 其中的内容 看他是何种反应 次日一大早 马汉三 见十大将 五万金银 押来孝敬戴笠 戴笠 笑咪咪的收下了 一会儿 弓仙坊入报 此时 马汉三刚巧离去 弓仙坊说 报告他先生 昨晚 马汉三果然偷看了信件 戴笠说 这我知道 他反应如何 是否有不正常的举动 这一次马汉三 看霸你的信 并非我们估计的那样情绪稳定 相反 他向热锅上的蚂蚁 立马找他的心信 瞧下财 刘玉珠商量 商量什么 不知道 这一次布置的十分严密 我想方设法都没有探得 看来 马汉三 又非同一般的行动了 这样说来 他向我献保 反而是为了稳住我 还有可能 戴笠沉思 始终想不出 所以然来 由于历来不把马汉三 当成敌人对手 了解甚少 感觉 他比蒋介石 还难把握 到最后 戴笠说 不管怎么样 他有把柄在我手里 还是会计我三分的 龚仙坊想想 觉得这个想法很是合理